大家好,这两天看了看台湾的新闻 有一个话题比较热闹 就是关于赖清德出来参选总统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赖清德出来 他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来拯救民进党的 或者说来挽救民进党的 现在这个民进党已经让蔡英文这帮人 已经糟蹋的已经不像是民进党了 根本就不是民进党了 现在的民进党就是一言堂 不能有批评的,不能说他不好的 甚至到现在都不能有人出来跟他竞争 有人出来竞争的话都视为不团结 还有那么多人还出来去的标语,还要选边站 这种现象呢,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现象 无论在世界各个地方,任何一个政党 如果说有两个以上的人出来报名参选一个总统 参选一个主席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不正常的是,如果只有一个就不正常了 前几天如果赖清德不出来的话 民进党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蔡英文 整个党从党主席到秘书长 从上到下就是 就一个人就支持蔡英文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啊 已经让蔡英文给改造成为一个 金正恩的朝鲜劳动党了 金正恩的朝鲜劳动党就是 所有人高呼万岁 就一个人万岁 谁胆敢说一个不字的话 那就是绝没好下场 这种现象呢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边 在一个多党执政的一个社会里边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蔡英文估计也是看宫廷剧看太多了 之前我们也说了 这个宫廷剧吧 主要就是内斗 内斗的本事确实也是真的很高明 民进党现在这个结构呢 它的上层很少的一些人 就好像我们从旁观者看呢 就像一个皇帝 周围围绕着一堆太监 这些太监呢 就是只说皇帝好 不能说皇帝不好 像陈局这样呢 本来不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边的 但是呢 也来支持 很简单 这个就是利益输送嘛 一些官都是他 官的任命都是蔡英文任命的 或者那些不分居律委 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那这些人的话 为了保自个儿的官 他们站出来 这都是属于一种排袭力量 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这个健康现象 在世界各地 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个 为了一个候选人 只是还提名 还没有说怎么怎么样 公平竞争的情况下 就那么多人站出来 又举牌子 又是呼口号 这种现象非常非常不健康 如果我们看 如果这次赖清德 如果不出来的话 民进党2020不用选了 死定了 甭管谁来选都是死定了 那民进党从此就灭亡了 短短的两年多 不到三年 从2016大盛 2016大盛的时候 民进党当时 也是借助了 柯文哲的光环 柯文哲在2014 打倒了连胜文 打倒了国民党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社会 就希望国民党滚出去 国民党是一个 非常让人厌恶的政党 所以把国民党打趴在地 希望能有一个新的政党 能够重新来 所以人们把这个希望 寄托到民进党身上了 民进党让蔡英文 这么一干 三年不到 其实是两年 整个民进党 大家都认为 要把民进党打分在地 让他滚出去 这种情况就是 台湾叫 讨厌民进党的政党 联合起来 这个事情 功劳归功于谁 功劳肯定就是一个人 就是蔡英文 以及蔡英文周围 蔡英文周边的一帮奴才 这帮奴才 这帮奴才都蠢才 蠢的不能再蠢了 蔡英文总说 用人没人 民进党没人 他用的一帮 他认为都是有能的 实际上用的一帮都是一些完全完全脑残的一帮人 好好的一个政党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立法院绝对多数 总统位置 行政院长的位置 包括立法院的多数 所有所有的一切权利呢 在2016呢 都给了蔡英文 那大家希望他能够做点什么 那蔡英文到现在呢 给了大家的答复就是 我什么都不做 他所谓的维持现状 不是维持什么现状啊 就是维持当年马英九的现状 就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维持现状 再给他四年 他还能做什么吗 谁还相信吗 几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个时候赖清德出来以后呢 多少让民进党的里面一些人呢 感觉到至少是一种新鲜空气 或者是一种新的可能 赖清德和蔡英文的区别是什么 不用比较 我看媒体有很多人在说 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啊 他们俩都是对某某事情 都是同一概念 其实不是这样啊 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区别 其实就是你的行动力 你说的再好 其实没有用 我们关键还是要看他做 蔡英文三年下来呢 给旁观者的印象就是 我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 就这样待着 回到家里边看宫廷剧 看得挺热心的 看得挺兴奋的 好像只有这么点事 另外呢 分赃利益分赃 凡是陈菊带过来的人 于律封官 封官许愿 许完愿以后就不许乱说了 不许胡说八道了 就听我的了 整个现在民进党呢 真的就是一部宫廷 什么宫廷呢 就是皇帝那种宫廷 有一个太上皇在上 一个武则天在上 周围呢 一帮奴才 一帮太监 围绕着这个 这个都说好的 如果说现在民进党 如果这次没有赖清德的话 就是 蔡英文一个人出来来选举 那简直是大笑话 不会有人去投他的票的 你投什么票 所以我是觉得 赖清德走出来呢 至少让人们看到 民进党里边还有一点声音 或者说还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站出来这个不容易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之前赖清德在刚刚辞职 在离开行政院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已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赖清德早就看透了 蔡英文那个政府是不行的 所以他一定要回来的 很多媒体说赖清德 没有声音啊 突然参选了 这两天决定 让大家大吃 大吃一惊啊 我都觉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以赖清德的性格 以他的这个能力 其实他的能力是在蔡英文之上的 因此呢 让他在蔡英文手下 像林全那样那样的一种行政院长 微微诺诺的 就听蔡英文播了呢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也做不到 所以呢 我觉得赖清德出来 这个举动呢 没有什么不好的 有媒体也说 他是个照妖精 确实把那些立委 全都照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民进党的这些立委啊 这些官啊 对着社会高喊 要支持蔡英文呢 这个东西 让人们越来越讨厌 越来越讨厌 这民进党这帮奴才 根本就做不成什么大事 包括现在的民进党 那个朱仲泰主席 这个这个是个太监 这种这种唯唯诺诺的 什么都不会的人 怎么能当主席呢 实在是看不出 这个这个主席呢 实际上是蔡英文的 包括这个主席 包括这个什么 这个秘书长 这个罗文嘉秘书长 这都是蔡英文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定做什么呢 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了 一个新的民进党 这个民进党 就是要保蔡英文 继续在2020再玩一把 输赢他不管 反正他要玩 别人不许动 这样的民进党 已经早早就不是 过去人们所想象的 那个民进党了 完全就是一个蔡英文党 就是一个蔡英文的 朝鲜劳动党 这个实在是 让这个让旁观者 看来毫无价值 完全不可能再支持了 说什么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这种现象呢 我们我是觉得 赖清德应该出来 出来应该 这次呢应该代表 民进党去选 多少他也不见得会赢 赖清德选的话 也可能会输 但是他不会像蔡英文 输那么惨 蔡英文这输就不像 08年输 可能比08年输得更惨 最后彻底踹出去 就有点像2016年到过来 国民党有说多惨 蔡英文这次 2020年就有说多惨 但如果赖清德出来呢 很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至少看看他做法啊 或者人们有一种希望 这个人他可能做点什么 选举的时候 选民的一共就是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就是死党 死党就是你再烂位 我也投你票 为什么呢 这个里边是有利益输送的 你当总统 你就能立任命 我当部长 我当部长我就可以控制这个工程 这个就叫死党 所以无论怎么说的话 死党永远是选你的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对手 对手就是反对党 反对党就是你做的再好 我也不会投你 因为什么 你上台了 你不会把那些工程啊 不会把那部长啊 不会把那些主任呢 交给我做的 所以我永远不会投你 这两边都是不用说 但是这两块死党和反对党的 基本上各都在社会的三分之一不到 那真正的有一大块 就是更大的中间一块呢 叫中间选民 这些中间选民呢 其实他第一他可投 也可以可不投 就可以投票 也可以不投票 我也可以投你 我也可以投他 那我投你是怎么样呢 一过去的传统的选民呢 就是被这个媒体忽悠 大量做广告 我说我怎么怎么好啊 花钱 在美国选举也是这样 选一个总统 没个几亿的话呢 铺天盖地的广告 收买媒体 收买记者 只要钱花到了 因为一般的人们就看看电视 看看媒体 看看报纸啊 甚至看看网络啊 你说好 我就相信了 大部分是这样 但是像台湾这个社会呢 经过了N多年的折腾 来回蓝绿来回呢 我是觉得有些人 很多人他已经慢慢的知道 台湾这个媒体呢 实际上已经看到 也是被操控的 是不太可信的 他们能够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大脑去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属于整个民主社会的选民的成熟 这一点呢 我是觉得台湾是有所进步的 至少也已经不亚于西方社会了 西方社会有些人他们也是看看报纸啊 听听广播啊 就投票 但是呢 在西方社会呢 有相当于不服人 是有文化的人 通常不是 不会 不会受你那个媒体的所左右 他还是看一看 所以 作为中间选民呢 他要投你 一 你过去做得很好 那你现在连任 那我继续投你 我投你的理由 就是因为你过去做得很好 我很满意 你过去有一些承诺 你在实现当中 在实现过程当中呢 也可能是10% 80% 90% 至少你在实现的 所以如果我对你过去的四年 对你过去那一任 如果我满意的话呢 我就投你 第二就是 这个你是个挑战者 挑战者的话 就我对现任这个不满意 那我希望 我知道现任既然不满意 既然不满意的话 我也认为你不会改了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新上来的 新上来的这个人呢 也可能不如你 但至少我们有一种希望 就是让他上来先看看 先把你换掉 换一个新人来看看 这个也就是说 在韩国瑜在选这个高雄的时候呢 有很多中间选民 就是这种态度 他也知道国民党不好 甚至这些人 投韩国瑜票的一些人呢 甚至当年 投韩国瑜票的一些人呢 都是反对国民党的人 但是到了高雄这个地方呢 他就在反正 陈居你做的很烂 你再怎么样的话 我也不喜欢国民党 但是我试试吧 也许韩国瑜上来以后呢 可以不一样呢 他一种希望 本着这种希望呢 他也去投 所以那回过来 就看看现在这个台湾 民进党 你已经执政了两年多 三年了 快马上就要四年了 这四年 如果你做的好吗 你要做的不好的话 谁还会再投你啊 除了你死党会投你 别人也不可能再投了 因此蔡英文 带领这个民进党 这次要参选2020的话 死定了 这不用说了 这都不用再评论了 没有评论价值都没有了 那如果赖清德 能够代表民进党去参选呢 至少出来一个未知数 也就是说 有一帮人 或者他们叫深绿的一些人 或者认同这个赖清德的一些人 他们如果能够出来投票的话呢 或许在局部呢 能改变一点 是不是能够大翻大翻盘 能够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这个很难讲 因为这个大趋势 已经这四年 让蔡英文把这个底子打成这种样子 你让一个赖清德 用半年的时间 就把民进党的形象彻底恢复过来 而且他又不执政 手里又没有行政权 他动不了 他只是能够把他的理念进行展示 只是阐述一些他的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们投赖清德呢 只是说 至少他有一种新的可能 一种新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呢 就是赖清德 出来代表民进党去选举呢 应该理论上 比蔡英文 效果会好一些 能不能取胜 这个还要看看 看什么 看国民党那边呢 因为明显的 这个2020呢 是国民党取胜 国民党随便派计 都是可以取胜的 也不一定是要韩国瑜出来 韩国瑜出来以后 实际上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 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呢 就又被打乱了 民进党现在就已经在打乱 这个民主选举的规则 也就是说 两个人竞争 三个人竞争 本来都是很正确的 可是让民进党那一操作呢 就是你们破坏团结 你们你们怎么怎么样 已经实在是太 说出来很丢人 所以呢 民进党的一帮蠢才 他们这么干呢 等于继续呢 把民进党呢 这个忘了火坑里了 那蔡英文现在呢 已经执迷不悟了 他已经跳不出来了 他就只看到周围这点权力 就希望把这权力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能怎么样呢 2020你还是输啊 你还是死啊 你已经走入历史了 你要是说大气点的话 你让赖清德来选 也许对民进党还有好处 可是蔡英文他的 整个宗旨 我们看不出来 他是想为民进党好 为他自己好 为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圈好 甚至他一直在维护的 国民党的许多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台湾的未来 让蔡英文再去看 你问这个问题 问每一个人 或者问每一个 我说中间选民啊 我不管四大人怎么说 中间选民说 再给蔡英文四年 你认为他还能做事情吗 绝大部分都是说no 都是否定的 那给谁能做事情呢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呢 台面上就这些人选了 朱立伦 王金平 甚至说可能有韩国瑜 也可能有何文哲 还有谁 周期伟 我看他最近一段时间 不争气 他也没有什么建树 就算了 这种情况下 这些人到底是 哪一个人 能给台湾带来希望 其实中间选民到现在 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是觉得 现在整个这个台湾的新闻媒体 这两天啊 所有的电视 所有的报纸 基本上都在谈论 赖清德这个事情 确实是个事情 那也值得去讨论一下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呢 赖清德一站出来以后呢 这些我们对民进党的 这种厌恶感呢 又增加了 觉得你蔡英文 或者民进党的一些高层 这些朱镕太 这种太监主席 实在是蠢 愚蠢到的极点 你就是公平的规则去来嘛 何必要这样呢 这种呼口号啊 举标语啊 选边站啊 表态啊 这不都是专制政府的特点吗 怎么现在都用在民进党里边了 现在这个民进党 如果再不改造的话 已经就是成了一个专制政党了 就是一个金正恩的朝鲜劳动党了 所以如果人们有这样的印象的话 2020肯定就把民进党打翻在地 那就是大家的最终的目的 那你这个还选什么 你就甭选了 至少赖清德出来以后呢 有一个新的希望 或者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去制衡 在一个民主社会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至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负面的 应该是社会朝着民主的方向 再继续前进 只是呢 民进党现在暴露出来的一种 这种弱点就是 民进党呢 还不如国民党呢 国民党还有三个四个 咱让大家去准备初选一下 民进党本来就想弄一个 出了一个第二个 他都受不了了 那这样的政党 还让他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就把他灭了就完了 所以我们看看吧 也许赖清德能做点 能做出一点什么事情呢 好 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